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有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中國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升級 據湖北多地網友披露 校感一些地區還有襄陽、武漢等地 2月15號出現間歇性斷電 黃岡地區還出現了停電斷網 一些鄉村地區也出現了停電、停水 有民眾抱怨說 天降雨雪隔離在家 還突然停水停電 這也太難了吧 而湖北的情況在全國並不是各例 一名甘肅、慶陽民眾表示 自己所在的小區已經停水多日 東北牡丹江市也有市民也說 當地15號被封網 2月16號 網友在推特貼出的一張圖片顯示 一個用戶名叫童一軒的人發帖說 他的父親在醫院 還有體溫 可以睜眼說話 就被裝緊兩層屍帶拉走了 一個32歲的輕症病人馬上就被推進來 接鐵了那個床位 貼圖的推友說 武漢殯儀館招工 條件事不怕鬼 膽子大 其實焚尸爐裡的叫聲不是鬼 而是沒有死去的人 由於事情太過害人聽聞 很多網友都表示 難以置信 黑龍江省加姆斯市對小區實行封閉管理 公安在街上抓捕沒有出行證的居民 2月13號 網友上傳的一段視頻顯示 被抓的人全部被帶到一個建築內隔離 另一段視頻顯示 有民眾不滿公安設置關卡 阻礙出行 強行開車闖關 2月17號 網友上傳的一段視頻中 一個大音箱在廣播武漢市政府的緊急通知 說從現在起 小區完全封閉 原來每戶七天可以一人出行購買必需品 現在取消 也不允許在小區散步 違規者上報派出所 直接抓走 另一段視頻顯示 湖北孝昌縣一條街道 兩邊的居民住宅大門都被木條木板封死 有網民質疑說 假如遇到火災 那就一個都跑不掉 去上油門 Anbar 虎本封密 семь 哈韌輝 在晶瑤海廣水深村 你們出行 還行 沒問題 在家人過 太陽 移行 這次開車中等其他的 кому補充電